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是四国的爱源县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孟迪来到了导波海道 这里可是自行车爱好者们的圣地 接下来我也乘坐这个自行车 去感受一下 出发咯 这条从爱源县穿过赖户内海 一直延伸到广岛线的道路 全长约70公里 这里就是自行车爱好者们的圣地 导波海道 到此游玩的外国游客 也在逐年增多 根据2018年的统计显示 一年的访问人数达到28万人 而在众多旅游爱好者之间 这里早已经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 并且在导波海道 还曾举办过国际自行车大赛 可以说 作为全新兴起的骑行圣地 导波海道在全世界的知名度 正在不断提升 本期我们要介绍的是 在2018年中国游客 复日旅游地区排行榜中 居于第31位的爱源县 如今已是骑行圣地的这里 在过去也受到了很多日本文豪的爱戴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领略 爱源县独有的魅力吧 西行首先需要的就是自行车 在导波海道沿路上 设置了14个自行车租赁点 租一辆自行车的费用 一天大概在65元以上 但是点据自行车种类 归还方法会不一样 所以在租赁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确认归还方法哦 雨中骑行 有点浪漫 我跟你们讲 这里呢 以前是被CNN誉为 全球最美自行车道的地方 就真的沿途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沿着条道呢 我可以从爱源县 直接骑到广岛县 然后中间连着六个岛屿 真的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所以一大乐趣呢 就是在你感兴趣的地方 停留下来拍拍照啊 休息休息 你也不用一口气骑完嘛 一口气骑完的话 大概要五六个小时 还蛮累的 这时雨势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的骑行计划 也只能中途放弃了 实在是太遗憾了 不过没关系 即使不是骑行 我们还是可以实际探访那些 导波海道沿线 值得推荐的景点 虽然是节目刚开始没多久 但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 在骑行人群中 人气颇高的休息场所 其实在骑行过程中呢 你会遇到不同的岛屿 然后每个岛都有各自的魅力 现在我来到的是大三岛 这边呢就是驿站 非常的有名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后有好多好多的商品 对不对 很多好吃的当地特色的 我准备去逛一下 这是十四个自行车租赁点之一的 多多罗导波公园 这里不仅有餐厅和休息区 还有土特产销售柜台 因此不是骑行的一般游客 也会关顾这里 就是这个 刚才我看到有个阿姨买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 就问了她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素面瓜 而这个是当地在这里产的 比如说把它切开来之后 你用手把它掏出来 它是一丝一丝的 像细面一样的形状 然后可以用来煮着吃 它很神奇 又像面一样的 但是呢 又有瓜的口感在里面 而且你看 100元的100日元 这是6块多人民币 这边的市场 我觉得就很当地 有很多的蔬菜水果 你可以感受一下 有很多没见过的东西 我最爱的地瓜条 这个看上去好好吃 虽然不能说是当地特色 因为其他地方也有 但是只要看到这个 我就想买 然后看这边写的是 纯手工制作的 而且一般日本的地瓜条 它就是咸咸甜甜的调味 这个也特别好吃 而这边销售的是 可以作为伴手礼 买回家的当地著名土特产 这一盒沉甸甸的 里面感觉是满满的一包 然后呢 它是可以让你回到家里 自己可以做鲦鱼饭的 比如说你来这边 没有机会吃到 或者是吃到之后 觉得很好吃 想带给亲朋好友的话 你就可以买一盒这个 里面像胡萝卜啊 蒟蒻这种材料 它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所以就真的很方便 你只要洗好米 放好水 把这个倒进去 放在电饭堡里煮出来 就可以做出原汁原味的 地道的味道 这个是一年 在日本 鲦鱼被称为是高级鱼类 但在景陵赖湖内海的这里 鲦鱼自古以来 都是当地人餐桌上 最常见的食材之一 在赖湖内海上 目前建有三条 连接四国地区 和本州岛的道路 其中一条 就是可以骑行的 导泊海道 这三条道路 都是近几年才开通的 换句话说 在没有这些桥梁的时代 无论贸易往来 还是前往本州岛 都是非常不便的 在没有桥梁的时代 赖湖内海上 曾有海盗活动 而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就是和这些海盗有关 日本最大的海贼 本处地 这里是导泊海盗沿线上 被称为阴岛的一座孤岛 据说建在小山上的城堡 是1983年建成的 目前是介绍海盗的资料馆 大家看我现在在扮演什么 其实这个呢 是日本古代海盗的模样 日本有个当时最大的海盗势力 叫做村上海盗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海盗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横行霸道 掠夺或者是袭击的海盗 它们更像是海上护卫队 它们是保护这片海域的 而且赖湖内海这边 海流就比较湍急 所以它们还会给别的船只引领路线 之所以叫海盗 是因为在日本的战国时代 统治赖湖内海的正式村上海盗 而它们会随着时代变迁 改变其角色 从1300年代中期开始的200多年间 它们一直在守护 来往于赖湖内海上人们的安全 被称为反面人物的海盗 是如何成为英雄的呢 这段充满魅力的历史 在2016年被列入了 由日本政府选定的日本遗产 导播海盗之旅即将接近尾声 最后要介绍的是一个 充满日本复古情怀的地方 要知道啊 这在一般旅游中是很难找得到的哦 我们是在小巷子里发现的这家 复古又怀旧的店 店内挂满了奇形爱好者的照片 这里是如今非常少见的 专门生产城镇饮用水的工厂兼销售点 据说啊 很多奇形爱好者是被店主老奶奶的人品所吸引 而经常光顾此店的 这是一个工厂的工厂的工厂吗 这个工厂的工厂 在这里是在奥里的工厂 在奥里的工厂 在奥里的工厂 是在奥里的工厂 已经在90年了 三代工厂的工厂 而让这家店自1930年开业以来 一直延续90多年的原因在于 首先是它始终不变的味道 还有就是当地居民 以及远道而来的奇形爱好者的支持 这是这里 整体有很准备 好 几 genere 六种有的 巧克力 Merci 帅长 瓷子 黄芹 芝士 酱油 甜 那么美味 咖啡 青果汁 哇,好酷 就是它气势很足的 喝完了让你觉得 哇,好爽哦,冰冰凉凉的 糖酸是最高的 这个酒也很美味 在导播海盗 你不仅能欣赏到 赖湖内海雄伟的景色 还可以看到当地人毫无修饰的 最朴实的笑容 顺便告诉大家 后腾矿泉所生产的饮品 目前只有在包括工厂在内的 几家店进行销售 因此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到店 亲自品尝一下哦 而爱园县的魅力 不仅限于导播海盗 和赖湖内海 哦,一瞬可怕 这里是爱园县的中心地区 松山市 我们将乘坐空中吊椅 去欣赏松山市的绝美风景 空中吊椅加上徒步 大概20分钟左右 就到了爱园县的象征松山城 松山城历史悠久 据说是1627年建成的 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松山市区 因此也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那么在松山市 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会是哪里呢 接下来我们将乘坐这种 如今非常罕见的路面电车 前往被称为日本最古老温泉之一的 道后温泉 路面电车是当地人出行 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看路线图你会发现 它连接了松山市 几乎所有的主要旅游景点 因此对于游客来说 路面电车也是最佳出行方式 为什么这个叫少爷列车 你们知道吗 因为有一个日本当时很有名的作家 夏木素食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他写了一本书叫少爷 他当时这个故事发生的舞台背景呢 就在这个城市 所以呢 这里的列车 就会被大家爱称 称为少爷列车 夏木素食是创作 《我是猫》等多部经典作品的 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而在日本 还有一部无人不晓的作品 那就是小说《少爷》 小说的主人公 是一名貌室 憨直且正义感未敏的青年教师 而故事的舞台正是松山市 据说夏木素食本人 也对此地情有独钟 受小说《少爷》的影响 这里的路面电车 也被取名为少爷列车 而在终点站 道后温泉站 众多铁道迷门正忙着记录 列车转换方向的瞬间 姐妹们翅膀 也在终点竿挽一下 卖汗 大大的收音 山道 而且还在鱼区之间 快点 有火 人迹 雅 也在会 接下來一起來了解一下 道後溫泉的整個區域吧 這裡以溫泉為中心 形成了一個旅遊地 除溫泉之外 還設有土特產店等 首先就從道後溫泉本館 開始介紹吧 現在我到了道後溫泉 我身後的這一幢很漂亮的樓 就是它的本館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眼熟啊 其實這個是 是宮崎駿電影千語千尋的取景地 然後這裡聽說有三千年的歷史了 但其實最開始發現這個溫泉的 並不是人 而是一隻白鹿 就是你看 身後有個白鹿的圖案對不對 聽說呢 當時是一隻白鹿腳受傷了 過來泡這個溫泉 然後後來傷就痊癒了 所以人們為了紀念這個傳說 到現在你在這邊 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白鹿的元素 出現在日本神話裡 又相傳治癒過受傷白鹿的傷口 由此人們得知 道後溫泉已擁有三千多年的歷史 但本館建築是1894年建成的 之後也進行過多次改造 如今這裡也變成了 對外營業的溫泉設施 並且附近也建造了很多新的溫泉設施 在這裡你會發現 整條街都是清一色的溫泉 另外本館的正前方 有一條商業街 這裡也是最能適合品味 當地分土人情的地方 在這裡我們發現了 愛媛縣引以為傲的水果茶圖 你知道嗎 這家整個店的味道就是 橘子的酸酸甜甜的味道 好香喔 然後真的喔 每一個商品都是橘子到底 柑橘到底的那種 有各種橘子 橘子 檸檬之類的 它每一瓶 品種都不一樣 你看什麼溫泉 橘子 河內 碗 甘 然後那邊也是橙子的一種 就 來到愛媛縣你才知道 原來橘子和橙子有這麼多種類 愛媛縣以盛產橘子等柑橘類水果 而聞名 雖然根據品種 飲料的價格也會不一樣 但每一瓶的價格 基本在八十元左右 而且就果汁的甜度 香味和酸度都有詳細的標註 這和一般的橙汁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喔 就在這時 孟迪又有了新的發現 這邊冰淇淋有好多種類可以選 而且都是橘橙類的 那我今天選的是 愛媛縣特產的溫州橘子口味的 趕緊嘗嘗看 我覺得這個顏色就好好看 淡淡的橙色 嗯 好吃耶 哇 它橘子的含量很高耶 是真的感覺實打實地 把橘子的橙汁都放進去了 雖然我覺得它的酸味稍微占上了 但是這個酸是非常清爽好吃的那種酸 還有點冰沙的口感 這個太好吃了 不可錯過的還有這裡的溫泉 這種設在商業街上的溫泉 任何人都可以輕鬆享受喔 其實在這附近還有數十個足湯 供大家免費體驗 好香喔 這個足湯呢 你只要過來 誰都可以泡 而且是免費的 好香喔 你好 旅行嗎 我去逛街 逛街 逛街 啊 又有哪些值得推荐的酒店呢 据说大后温泉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所以自古以来 这里都是作为驿站而繁荣起来的 而这家早在1627年就开始营业的Funaya 历史也非常悠久 很多日本名人也曾光顾这里 在高雅的日式客房里 感受悠久历史的地韵 会有怎样的别样体会呢 按照惯例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旅馆的晚餐 那大家知道爱园县呢是领海的 就爱园县和广岛之间就是赖湖内海 所以今天有很多赖湖内海海域 捕捞上来的一些鱼 有些鱼我刚才都是 看了这个菜单上的名字我才知道 就有些是没见过的 传统日本旅馆准备的晚餐 大多是会席料理 刺身自不必说 还有用酱油煮的 或是简单用热水煮 再配上特制酱汁一起享用的 等等等等 可以说这一桌会席料理 你可以品尝到用各种方式 进行烹饪的当即的鱼 吃饿了 这个海曼因为是新鲜的原因嘛 就是它肉质是非常非常嫩的 用舌头可以抿开的那种 但是它的靠近皮的地方就好有嚼劲哦 还有它用的酱料也很特别 刚才我看了一下菜单 它是用的梅子酱油 最后要去的是 大人小孩都可以尽情游玩的 爱原县的一座山 爱原县为日本近代化 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这里是离道后温泉 有一点距离的 位于新居邦市的别子铜山 从被发现到1973年 正式关闭的282年间 这里共生产出约70万吨的铜矿 如今这里被建成了一座主题公园 在这里你既可以学习铜山的历史 也可以参与各种体验项目 乘坐可爱的火车 我们来到了主题公园的主要景点 好凉快哦 在这个有岩石凿成的地方 人们用资料以及各种模型 再现了当时铜山的场景 в手中ajاز领eller 当时时 人的力发挥 今时被证明员成为人的力量 都有被证明liibrignant 山业、机械、牛鲟、蒼鲟 Pendcle 是柵道路的 柵道路的形象 在这里表现 重! 哪里? 後面有石头吗? 好重啊! 亲身体验一下 当时在同山工作的女性 所背的矿石 到底有多重吧? 这别说是上山了 在平面都背不起来 别看大小看上去不大 真的含很重啊 据说在这里开采的铜矿 还含有其他成分哦 没错 在这里开采的铜矿中 还含有黄金成分 而接下来要配件的体验项目就是 陶砂金 水树? 铜石? 对 像铜矿石或铜矿石 非常好 淘砂金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先用容器捞出沙子 再左右牙晃 让沙子和黄金自动分离 只有铜矿 咦? 这么小的吗? 只有铜矿矿 这个得淘到什么时候啊? 我以为是一下子能出现很大的一块铜矿子 这是什么呢? 金箔 金箔 是金箔 这里 小的 固定的铜矿石 虽然有点小 但也算淘金成功 有什么人可以转移到车前面吗? 这就是车前面 车前面 可以转移到车前面 到这里 本期的爱源线之旅也顺利结束了 外国游客为了这种罕见的风景 慕名而来 今后这里必将成为游客 所关注的人气景点 因此最近出现了很多新的旅行路线 比如本次介绍的 岸圆县的岛博海盘上的 习车巡游 还有之前介绍的 德岛县的秘境和大部威 祖古地区的巡游等等 更多详细信息 请关注节目官方ADP 陶醉霓虹 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和景点信息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